最近几年养生饮食抬头 原住民传统野菜饮食文化也慢慢成为主流 农改场部落行动教室就选在光复乡的太巴朗部落 进行的野菜研习训练 除了原住民之外 还有很多非原住民的农民来参加 农改场表示 这表示原住民的传统野菜饮食 有越来越多被关注和喜爱了 代表原住民野菜市场的需求扩大了 随着近年来养生饮食生活的抬头 原住民传统野菜饮食文化 不仅部落就连农整单位也着手研究 这是花改场在光复乡太巴朗部落所举办的 原住民传统野菜研习训练 那今天课程结束之后 那我们还有一场是在11月26号在伦山部落 那有办一场油茶的栽培管理课程 那如果希望大家如果对油茶的课程有兴趣的农友 或是说已经有在种植的也可以欢迎来参加 花年农改场这一场传统野菜研习训练课程 从野菜栽培管理与利用 肥培管理野菜非农药防止技术 以及繁殖石作 紫苏火葱栽培管理与利用 动静态交错的研习训练 让每位学员收获满满 迈向野菜达人的第一步 这野菜应该有很多很大的认识了 料理方法 料理方法 炒辣椒 最合口味 拿到苗 拿到育苗盘 那当然也是要学一些 之前没有听过的 或者是因为 这边有很多部落关安美族有关系 那安美族其实好像在野菜上还蛮厉害的 所以就想说 那就来听听看 有没有可以得到一些想法 从直上谈兵到实际操作 学员们跟着老师学习 也不时提问交流 学习互动热络 干野菜的话 它的抗耐性都会比较强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 比较好吃的野菜的话 我们用栽培管理的方式 就是说 它在有机质养分 跟这个水分的管理上面 要比较充足一点 除了原住民也吸引了大批 非原住民农民参加 不论是崇尚自然 友善农耕 还是纯粹就是喜爱吃野菜 有更多被原住民 关注于喜爱原住民的 传统野菜饮食文化 花改厂乐见其成 表示 这也代表着原住民野菜市场的需求 逐渐增加扩大 这何尝不是件好事 记者时遇蓝光复采访报道 这个项目的已经是好事 结束了 稍后 稍后 想要做什么事